《Discisys Plus》 我也比較驚訝的是 她播放《Discisys Plus》 其實她的效果都是比想像中是理想的 滿意阿剛直也滿意 她的動態或者電影感 比想像中很出色 如果你是又喜歡看電視 有多適合 如果我喜歡用的 可能會用off 它的dynamic 不通的功能 電影感會強一點 電視機給不到 它如果真的一萬多元 有這個效果 我覺得很驚奇 如果兩三萬元 買這部 再加一個更漂亮的 投影幕 或者不同 選擇上會更多 歡迎大家來到 這個Epson的LS650 這個3LCD 4K短頭projector的體驗活動 介紹這位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SIGMOR的Anthony 他是Unified Color的 主持人 這部機 他是一部 4K V-SHIFT技術的projector 他用了一個Laser光源 他的最大建議 其實是60吋 最大就是 我們今天試的 120吋的尺寸 聲音方面 內陷了 也是Yamaha 2.1的揚聲系統 變成家裡 完全沒有Soundbar的狀態下 其實都靠它 例如看看電視 或是沒有那麼大動態的場景 這部機來說 其實都可以適用 第一個環節 試一試 開閃燈 看看電視的效果 我這裡開閃燈 其實我建議 一向都是 用兩個模式 如果開閃燈 比較光的情況 我們用Dynamic Mode 即是叫做動態 如果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光亮 如果開閃燈 可能會很光亮 你會按Cinema Mode 就會舒服很多 夠不夠光 或是不夠光 例如我現在Cinema Mode 我按Dynamic Mode 這個對我來說 就很光亮 開閃燈看 因為周圍光亮 很光亮 光亮相對之下 就不覺得是相差很遠 但如果我這個時間 用Cinema Mode 可能就會暗一點 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一個適當的光度 我希望你的眼睛 耐癌 好像在這裏 我將它拿到120吋 如果我縮小 就會更光亮 越細越光 總之你每10吋 可能會更光亮 情況就是這樣 在這裏 有四個不同的Picture Mode 我都做了一些分析 用Epson這部機 裡面的一個功能 就是Air Screen 即是它密認 即是機裡面有 有軟件 Google Home 我裡面有一個Projectar 即是同一個Network 然後問是否投影 我按了它 立即開始 它就會拿到我手機的東西 我按這個 我現在轉一轉 它就立即 整個畫面出來了 我現在這個 叫做Natural Mode Natural Mode 你看到Natural Mode 這個顏色 是最小的 只有66.7 即是你看4K 4K HDR下面 只有60多 好 然後我再撥過去 我現在有一個VV Mode 就有66點多 這個66點多 就大約77度 跟LS800的顏色 顏色的色域差不多 OK 然後再扔過去 這個呢 你看到一個Dynamic Mode Dynamic Mode 色域比較小 73點多 因為Dynamic Mode 是一個很光的效果 你看到這裡 大約是160 這個160 這個是Cinema Mode 就是剛才我不是說 色燈看那個 好了 76點多 這個是色域 你看到它大約是100度 所以我跟你說 譬如說 在閃燈 如果你覺得Cinema Mode 座已經是很光的 你就減那個Laser Power 減那個Laser Power 如果譬如說 Dynamic Mode 你就打開了燈 很光的情況 你就轉光度 犧牲了顏色的準確度 Dynamic Mode 你看到這些 離得遠一點 你看到8點都不對 離開了格子 這個呢 這個呢 黏了格子 會準確的 這個是調教過之後 就算Dynamic Mode 都是調教過之後 但因為始終都是 它裡面 一個Android系統 未必是做得超準確的 但起碼大家知道 我的亮度會多了60% 這裡說的是Cinema Mode 我也是調教過之後 你看到那些格子 在細色域來說 前面那些是碰得到的 但因為它的色域細 最大那個 兩點未必能碰到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這裡是個PCI DCI P3的色域 剛才那個 %都是根據DCI P3去做的 是4GB的 你看到這些顏色 都是因為色域細 它碰不到這些角落透位 但其他那些都可能碰到一些格子 這個情況 萬多元的機器 已經算是很有交代 你提及過 剛才的色域出來 是不是Cinema 跟LS800 即它大佬差不多這麼高 沒錯 沒錯 3,600流明 4,000流明 其實你看到 它真的很光 我覺得日本機只會飆少 它是3LCD 所有全部都是DLP 有機會就是有彩虹眼 買超短頭的技術 3LCD 就一定沒有那些所謂的彩虹眼 DLP你要自己去試 真的要自己去試 以它這個價位來說 這個流明也算是高 除了4,000流明之外 沒有一個比它高 今天這個設定好像有個心思 因為我們應該要試 除了它出聲之後 我們也要試試 套落的色錄 它的Soundbar 看看對嘴效果是怎樣 待會我們就 譬如說無論是Player 或者是Apple TV 都是先進入這部機 經過它的ARC 配合到Soundbar 這裡有一個新功能 是800沒有的 叫做Dynamic Tone Mapping 好了 你當我按一下 你看一下 看到分別嗎 對 有些人可能會喜歡這樣的 電視感一點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我又按一下 大家又繼續看看 它可以改變整個畫面的品味 對 情況就是這樣 我真的偏向想看電視的效果 按了那個 看來真的比較像 這些 有些人真的這麼誇張 大家可以看看 按一下那個按鈕 看看能不能按到大家 會不會興奮一點 還是 對 對 對 所以就是 起碼App所有的東西 可以改變你們 隨時可以 開心不開心 這樣 你當一個 我覺得 這次的功能 是很好的 做得很好 而且 它又不會像 那些 那些 對比度 增強 如果大家知道 很多時候 那些 那些 黑位 然後推光 那些高光位 它現在好像閃亮亮 你突然加了 不同的模式 你覺得是轉了模式 那樣的情況 其實 細節多了 其實某程度上 師傅 老實說 當我第一次買 刷彈專家 劉德華香港版 我買回來 我是覺得 後製的人 是 那隻螢幕 看不到Sharmed Mask 因為它 撿出來 已經是超過Sharmed Mask 譬如說 假設我們標準100% 它已經超過30% 很誇張 Titanic也是 如果你有Titanic 4K 很誇張 Sharmed Mask已經是 起渣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師傅 你透過這些 到底是數碼化 還是它後期製作 那時候 它的Panel 有沒有調整 大家不要想 真的出這些 所有東西都做得很好 很漂亮 凡達也是 4K 你見到 我買回來 我就覺得 算了吧 你見到 明明好像有幾間 不同的做後製 幫它玩的 海灘那些 好像三角形不夠密度 很差的條線 但是 黑的火燒 光影 密度 差很遠 很明顯是不同公司 所以 有時候我希望 透過大家的交流 去瞭解一下 不要盲目追求 紫上談兵的事情 對 這個情況 用肉眼去看 譬如說 你把Titanic放進去 可能是很肉酸的 即是已經炒了皮 然後 硬硬捱到你 因為 好像這樣說 有些東西 你見到它 增加了 增加了 那些細節 但如果Titanic已經過了 你再增加了 其實很恐怖 會見到 現在是OFGA Dynamic Tonmating 就試一下這部電影 是否好像變魔術那樣 那樣 好 喜歡OFGA 這部電影 MOTION 有個Frame Interpolation 你可以選 HIGH、LOW、OFF 視乎個人的品味 因為有時候 我遇過一些客人 譬如說 昇華同步 首先我們現在 當作昇華同步 有時客人 要做到 MOTION 已經快過百聲 2至30% 即是你電視機 有些 你朋友開過LG True Motion 最近很誇張 但有些客人 我都不覺得它不夠快 很特別 我遇過某時候 會有這樣的情況 也都是 譬如說 Player的Sharpness 例如你們用OPPO 那些 0到16 有些人開到16格 都覺得不夠Sharp 所以 這件事 是個人的品味 這裏 你可以選擇 用了這個 流暢很多 即是你有 有和OFF 即是踢一球 OFF 可能會比較弱 所以說 我們開回NORMAL 不要開HIGH 你們可以自己去試 根據你自己的設定 去了解一下 情況是這樣的 如果換Fuse 假設你英式Fuse 顏色上有分別 聲音上 如果你是個玩家 會有很大分別 Bye Bye